本讲我们来学习设备管理器 在我们使用计算机时 经常会遇到硬件设备无法正常启动的情况 一般情况下硬件是不会损坏的 那么可能就是驱动程序出了问题 通过设备管理器 我们就可以去查看硬件的运行状况 以及驱动的相关信息 打开方法 首先我们点开始 点控制面板 找硬件和声音 在这里我们看到设备和打印机当中的设备管理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打开设备管理器窗口 这个方法比较麻烦 简直的方法就是在计算机上点右键 点属性 点设备管理 这样的话我们马上就可以去打开设备管理器 在这里是每一个硬件相应的驱动 比如说显卡驱动程序 选动驱动 点右键 点属性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这个设备运行的状态 现在我们发现它是运转正常 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以去了解到驱动程序的相关信息 比如说现在我这个显卡的驱动 是Media 的G4 9500 除此之外 你比如说那么有可能有些时候 其实温期大家知道呢 它已经集成了更多的驱动程序 基本上它可以找到 但是万一你比如说这个驱动没有找到 那么可能会有一个未知设备 上面有个问号 怎么办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去更新它的驱动程序 更新的方法呢 我们只需要在上面点右键 点更新驱动 这样的话呢 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自动进行搜索驱动程序软件 那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Windows 标 搜索您的计算机 然后从英台上为您的设备来搜索最新的 这是一种方法 那你比如说我们在驱动之家呀 在其他地方本身就下载了这个驱动 或者说本身我们买这个设备 它就给的有驱动盘 那我们就使用下面这种方法 好了 现在呢 我使用上面这个进行单集 这样的话呢 它将会去更新驱动程序 我们发现它这个本身就已经更新过了 因为我正在这场使用 好了 这是呢 那我们所说的 万一哪一天 某个设备不能使用 那我们就应该考虑它是驱动的问题